对现实里它某些东西它有所嘲弄 有的有所讽刺 有的有所鞭挞 赵母山恰恰在这 就拿这个 我觉得赵母山的经典小品 叫卖拐 卖拐啊 卖拐 就是那个范伟演的那个人在这走 他忽然说范伟 说你下来下来下来 你的腿有毛病 然后范伟说我腿怎么有毛病 说你自己不知道 你的毛病大了 然后赵母山自己一瘸一拐 在前他带着走 然后这范伟也就跟着走 走了一会儿 范伟他不会走道 觉得自个儿 越看自个儿腿越毛 说那怎么办呢 说怎么办 说这副拐 有多少钱你买去 你可以治好了 范伟很高兴 那高秀民在旁边就阻止赵母山 说你别 可是那个范伟呢 跟高兴敏急了 说这大哥要治我的病 你老爱手爱脚的 他把这个拐就买了 这个 我觉得内容挺深刻 就是好像也是有这种非议 说赵母山专门爱拿残疾人 开完帅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包括这次说这个辟精 精辟这件事 又让李银河他们觉得 你是不是影射同性 就像您说的这卖拐 我注意到也有文化人啊 写评论 就是说这东西大行其道 是吧 全国人民就看这个 这是坑崩拐骗的 说这个农民当中的一些人性恶 这个就这样的贩卖 这对人会有什么影响 这是什么 您对这怎么看 我觉得他这 任何一个讽刺的东西 他实际上写的是一个负面现象 但是赵本山 你要看他的全部的小品呢 他里的有很多 就是尤其是和中国的农民相一致的 注重亲情 注重乡土情感 相情 注重这个和夫妻之间的 这个就是夫道 夫道吧 咱们这个不进行理论讨论 就是他 他这些正面的东西也不少 而且讲大实话 讲实话实说 反对忽悠 也不有一年是宋丹丹在那忽悠 他那就死去卖裂 就给他给他这个暴露真相 现在这个咱们用不着仔细研究 我现在呢 我有个心里有个什么想法 就有些我的好朋友 都是就是相对 或者这词都不一定恰当 稍微精英一点的作家 比如像魏明伦 魏老帝 他就说这个赵本山怎么低俗 我怎么觉得用不着这么说人家赵本山 赵本山他满足的是这种强大传媒的要求 给强大传媒增加一点快乐 也对现实的某些 就您说的坑蒙拐骗的现象 但是坑蒙拐骗的现象比那麦拐少 这个赵本山呢 那三鹿奶粉是不是因为看赵本山的话剧学坏了 说的好 说的好 就像人家老说 你一说有一个枪战的票 马上就所有的犯罪的杀人案全归这来了 这瞎连我觉得夸大了这种 我觉得我们有一种这个敌情观念的 那么一种思维 就一个东西一旦一火了 就说哎呦 这教老百姓干什么呢 这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呢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各个方面 是不是 有大学的讲义 还有英语的书 我们也在这出 说不可能大家人人都是在这赵本山呢 就是我老王 我谈赵本山 这是很偶然的一次的一篇文章 我关心的事多了 我写的东西多了 我哪能可能说是 说从此我就变成了赵本山的这精神上的徒弟了 这可能 但是我看您那个读书上那篇文章 就谈赵本山这也提到了 就是说确实 虽然我们应该宽容各种各样的花都让它开放 但是好像确实我们这些年来这种 您认为比较高雅高雅高尚的深刻的东西 没有提供出来呀这些 这为什么呢 为什么您觉得这么这么长时间 很多人就讲了说他因为他这一火呀 我发现有些人就感觉到 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 不是不是不是 就这玩火了 难道我们不要高雅文化了吗 怎么那些东西 那我们的这个人民百姓 他的精神生活就完全靠于赵本山吗 那当然 他们会有这样的 当然不是 我连这种理论我也提过 我也提过就是说咱们呢 这是说咱们另一方面 咱们缺少 缺少这种更 比如说我们起码 光有一个电视小品不行啊 我们得有点正经话剧啊 我们得有点正经歌剧啊 是不是 我们得有点多火呢 他不火你写的不好 那我怎么办 其实也不是没有 比如前两天还看了那个赤壁的新改编的京剧 我觉得挺好啊 他也是一种主流的 但是他就是正好相反的 他把传统的这种京剧形式拿来翻新 你看那乐池里边 二胡和小提琴一块拉 然后他那个整个舞美调度 什么这个后边的背景都很那个有创新的意味 词也写得好 然后这个老生是什么花脸都都唱得很好啊 当然他那个可能也引起会引起又有人能跳字 比如说那小乔也上来弄几下 刀马蛋什么 肯定有人就要说这瞎掰 因为这创新就是胡闹 不尊重 反正什么事都会有人挑 但是我觉得说就是赵本山在那独霸天下 这个是不公平的 不是这样 他不可能独霸天下 我现在问一下 有哪个比较成熟的作家 感觉到赵本山对他有威胁 有哪个比较有一定地位的演员 比如说普存心 感觉到这可不行 赵本山火了 我普存心以后没戏眼了 他有毛病啊 谁这么思考问题他有病 那你是不是就是说 您也没这意思 那就像魏老 魏明伦 是不是就是他自己不自信呢 他自己觉得要是这些人 那没人看我的说 因为很多人他都已经习惯了这个东西 认为就是说你在电视台上出来的东西就是导向 大家就都得学这个 我们有一个谈话的方式 也是一个思维的方式 是最荒谬不过的 说是都这样会怎么样 没错 我的领导经常跟我这么说 是不是 别有一个人咳嗽了一声 一个学生在这个课堂上咳嗽了一声 班主任不高兴了 咳嗽什么 咱们全班52个人 一人咳嗽一声52声咳嗽 咱们上不上课了 但是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怎么可能一个人呢 大家都这样 委问 说是王硕 王硕这个胡血八血乱开玩笑 中国的这么多作家 都这么胡血八血 那怎么行呢 所以后来我就为了 抬杠 为这抬杠 我又洗不清我自己了 我说都是王硕 当然不行 我说都是鲁迅 也不行 这坏了 这好几 你怎么说到鲁迅那去了 以为我呀 要公共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他不能都这样 说英国的作家都是莎士比亚 对 说美国的演员 说都是这个 这个什么 Michael Jackson 那当然是不可思议 那是灾难 但是现在就有人用这个语言 同样讲小沈阳 说小沈阳男扮女装 跨性别表演 说咱们的孩子 我发现都聊下一代 就咱们孩子都这样了 那还行 那还行吗 什么是男人 这是跟说梦国一样 对 前些年有人说 有一东北的一个摇滚乐队 叫好像二手玫瑰 好几年前了 也有人说 连摇滚都这么女里女气 这还得了 其实不是就是催见这种杨刚的西北的一直是一个主打吗 这么多年就出了一个二手玫瑰 换一个方式 就下成这样了 就觉得男的都滑了 现在我们必须弄清楚 不可能都这样 是不是 作家不会受小沈阳和赵本山的威胁 那交响乐团 他能受赵本山威胁 说有一点